Hello 大家好 我是Carrie 溫哥華來地產經紀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個新樓開箱片 也不是新樓 二手樓 幫客人成功買入Amazing Brandwood 一個高層46樓的一房單位向南望 亦準備立即出租 現在跟大家分享 大家開心分享 我們現在又回到Amazing Brandwood 最近來了很多次 我們現在看的就是室內 這個單位是531呎 已經買入了幫我的客人 現在準備放租 順便拍影片紀念一下 大家開心分享 這個是Tower 2 我們是一個46樓高的一個樓層 這個一房單位 極之符合我買樓的一個 Carrie式簡樓的一個原則 它很簡單 門口一進來完全是不浪費位 一進來之後 左手邊就是廚房位 這裡有一個Nook 然後這邊就是一個大廈廳 出去有長條形的露台 房間在這裡 還有一個Cheater bathroom 是直穿出來的 即是你在Living Area和睡眠區都可以去到睡房 這個是我很喜歡的職 我們一樣一樣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由廚房講起 它的設計都很簡潔 Amazing Brandwood Shape的東西 白色的廚櫃 配深木色 淺木色的廚櫃面和地板 這一幅是Pantry Wall 最外面是雪櫃 一房是24吋雪櫃 一房是24吋雪櫃 Bosch是雪櫃的牌子 上面是雪櫃 下面是冰櫃 然後這個也是儲物空間 而且挺大的 挺高的 有兩格在上面 然後這個時候一房的設計 都是把焗爐放在Pantry Wall 上面大家拿東西 完全不用摔底身 就可以觀察到食物 有些雪櫃 牌子是Bosch 上面是儲物空間 這裡全部都是儲物空間 每一次來到Amazing Brandwood 我就覺得它的東西 都是比較多注重儲物空間 除了這幅Pantry Wall 之外 這邊做到頂部 都全部都是廚櫃空間 大家可以看到 而且它全部都是白色 所以整體的感覺 好像都挺空曠 挺大 它這邊都配了白色的Tiles 櫃底也是有些Lighting 然後爐頭 我剛才的焗爐是Bosch 爐頭也是Bosch 抄油煙機 然後這樣拉出來用 夾到她的手 你不要... 不是,很痛 你不要那麼大力 不是,我是夾到 它剛才... 你斯文一點 OKOK,不要吵 好,OK 好,這裏是四個焗爐頭 下面開始也是櫃空間 它的焗爐下面這個位置 就是比較高深的兩格的儲物空間 這裏都是拉出來的三格櫃桶 這個放了一些Menus 這個Sink 然後Sink下面都是拉出來的櫃桶 裡面就放了兩個垃圾桶的位置 然後旁邊這個就是洗碗碟機 這個牌子也是Bosch 然後這間屋是今天剛剛交的 我們就來拍片 而且上一手的業主和經紀都很好 他們清潔得很乾淨 然後這邊有個中度位 中度可以坐兩個人 中度有三格櫃桶 兩格小的 下面有一格大的 微波爐下面還有處理空間 微波爐就是Panasonic 我比較喜歡這個單位的特色 就是它多了一個Nuke Area 這個東西就依照你怎樣使用 如果你想的可以再做Pantry 或者可以再做處理空間 又或者可以將這裡變成一個書桌 它下面也做了很多電掣 包括網線、電視天線 以及幾個USB插鬆 所以足夠大家在這裡設置兩個螢幕 在這裡設置一個書房的位置 上面再做一些Shelfing 挺有用的 門口進來 左邊的廚房 右邊這裡進去 已經是洗手間的位置 這裡可以進來 然後前面可以出回主人房的空間 這隻Cheater bathroom 我很喜歡 來到這裡很簡單 一房的洗手間不會太屈質 後面有一個Shout 其實它… 你可以Close up拍一下 它的清潔公司 真的清潔得很乾淨 它浴缸是好像反光一樣 它那些… 還會很Closing 對 為什麼它清潔得那麼乾淨 我真的很久沒收樓 收樓的那麼乾淨 它每一條磚都沒有了 因為我們這邊的水 其實是有帶少許Copper的 如果大家可能用得一段時間 這些邊位會有少許驗紅色 我家的洗手間都會的 它直接清潔得很乾淨 檢查坐廁 都OK的 很棒的 那些新桌子 也挺大的 裡面可以放很多東西 兩塊大鏡 然後下面這裡還有一個 Open Shelfing 也是有鏡的 這裡的洗手盆空間都闊身 即是不是立刻靠 什麼都放不到那隻 這個是Walmine的水龍頭 不是在這裡坐起來 是連接著牆壁 下面有一格大櫃桶 可以放東西也挺深的 然後這邊 連這個位置 都原來做了USB插鬚 這些就是其他普通風筒插 兩盞燈 還有一個下面的燈 對 櫃底也有一個燈 對 這樣可以開 然後經過了這裡兩邊 就是衣櫃 那衣櫃就比較簡約了 它就是做了一個掛衣架 就這樣OK 自己可以大家再做 放一些Shelfing 然後來到這裡 就是主人房 其實都是一間房 房單位 這邊足夠放到Queen Size床 也有很多燈製位 電製位 向南的風景 兩片大玻璃 下面一個可以開的窗 向南邊 現在沒有遮擋 可以看到遠處Metro Town 我們這一間房間 也有一幅比較大的牆 如果大家想掛電視 也可以掛在這裡 我們出回客廳看一看 出到客廳的話 剛才看了廚房 其實這裡還做多了一個 燈製位 如果大家覺得 在Island吃飯 不夠的 有朋友來 其實都可以在這裡 放餐桌 不過會有一點點逼 這個位置也可以安裝燈 然後客廳就會闊落 因為這裡的長度 是足夠放一張多長的梳化 這個位置 至少三人的梳化 再加一個梳化 在這裡 它的Sliding Door 它開的方向 是在這個位置開的 即是這一塊是Fixed 所以大家的梳化 在轉角位 其實是可以放到這裡 唯一一個小小的缺點 就是變成 因為你在這裡開門 所以這幅電視牆 的電視櫃 就可能要做得紮身一點 甚至是最好的電視 想辦法上場 就不會阻止你出露台 我們出去露台看看 這個露台的設計 其實是很長條形的 它是飽覽了你整個Unit的長度 由客廳 去到我現在站在這一邊 是房望出來的位置都有的 它的闊度 都一定足夠 你可以擺桌子 兩個人對坐 或者這樣對坐 出來露台 就可以欣賞到向南的風景 其實都可以望得很遠 那邊是西邊 我們現在是直陽 準備下山 是向著那邊是下山方向 這邊是正南 大家現在看到前面比較空曠 但Brandwood是一個發展得很蓬勃的地方 而且充滿了 potential 其實樓下這些鎖 將來都是有機會起樓 他們起到多少層 暫時就未知 我們都是一個46樓的高度 再加上Brandwood是向下斜 所以我相信遮擋到我們的機會都不算太多 然後再看遠一點就很漂亮了 就是Metro Town的城市天際線 這邊看過來 我們現在是Amazing Brandwood 但是Shave 旁邊這裡有建四棟 其實都是Concord Brandwood 正在收樓 現在正在賣的Concord Oasis 就是它前面的樓 即是這一棟矮矮的樓的後面的area 其實都是Concord的土地 現在正在賣的Oasis 到時這裡現在下一期有三棟樓 前面有個Future Park 然後再下一期都還會有的 所以這個位置看出去 將來就會很蓬勃 其實整個Brandwood 大家都是在說 為何這麼黃金這個地段 今年有這麼多project Solo其實在後面 這邊大家向西邊看 這幾棟就是Solo 有三棟Solo123 這個工地就是Solo4 將來Solo4 又建在這裡多了一棟 這個area 為何說是符合Karen 簡單的標準 因為我自己也買了Brandwood 其實我喜歡的就是這裡 好像National Town 它是有Skytrain在下面 Skytrain站就在這裡 Amazing Brandwood 不是 Brandwood的Skytrain站 你下樓就有Skytrain站 有個MORE 附近有很多配套 還有一個最重要的東西 它比Metro Town更好 我覺得在這個項目 就是它有很多potential 雖然大家都說想永久景觀 但實際上一個市場 要繼續有東西可以建 越來越多樓 越來越多MORE 才會令到 帶動那個區域的增加 希望我是這麼想的 所以我覺得 無論是Metro Town 還是Brandwood 都會很值得投資 就是將來有無限potential 尤其是Brandwood 還有看到Brandwood Lake 其實這裡都是很遠的 我們上次在Metro Town Polaris收樓 和大家看了西北邊的風景 我們今天可以看到南邊 那邊Metro Town 那裡有一堆高樓 應該是High Gate Edmont New West 然後去到這邊 大家看到一個Lake 那裡其實是Brandwood Lake 已經很漂亮 然後再遠一點 其實已經過了Fraser River 那個Suri那堆高樓 然後來到這邊東邊 整條那裡一直有高樓 就是Brandwood Lake 和Low Heat 那邊又是一個 很值得大家投資的一個地方 這兩個地方 接下來五月都有盤 Suri那邊 Concord會有下一個項目 叫Concord Piano 應該五、六月的時候 會有更多資訊 甚至開盤 而Brandwood Lake 我另一個很喜歡的發展商 Town Line都會有一個盤 叫Brand 就是在Bercoullum Skytrain 站旁邊 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繼續留意我頻道 再和大家分享多些樓花訊息 最後我們剛才還沒看這條走廊 我們門口進去 剛才說這裡進去是洗手間 其實中間還有一個兩邊櫃門 一個就是Entry Closet 就是擺衣服 另外就是它的對面有兩道門 就是Amazing 4-air門 例如Richmond Center也好 Amazing 4-air門也好 Shape這個發展商 就是很典型的一個laundry的設計 都是side by side 基本上由一房到三房單位 都是盡量做side by side的 Wash or Dryer 上面再加上一個平面 你可以放東西 還有兩條通掛衣 還有儲物空間 這也是我特別特別喜歡的東西 但不是每個發展商 是可以幫你做一房 都做給你side by side laundry 有些兩房三房都做不到 所以這個是我很喜歡的功能 應該差不多 現在最後重點就是 這個單位我們剛剛收樓 也是準備立即放租的 是investment unit 我會將所有的相片 放上crease list 有興趣的朋友 大家也可以聯絡我 如果有興趣租的話 都會盡量幫回香港朋友 這個單位現在放租的價位 就是2200元 詳情大家可以去我youtube下面的link 就按回這個rental post 但當然 照鏡先等等 我也要照鏡的 我經常都要上鏡的 好 ok ok 等等等等 歪了 你那個是什麼姿勢 好 今天就到這樣 大家 不知道說什麼 今天就是這麼多 多謝大家 拜拜